汉语的特点 中文的特色包括汉字、声调、方言和同音字等 汉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历史 声调让中文更具表现力 而方言展现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 同音字则让语言充满趣味和挑战 这些特征共同塑造了中文的独特魅力 汉字是中文的核心特征之一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表意文字 汉字以图形表达思想 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构形和含义 这种文字系统不仅用于日常交流 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汉字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演变过程和多样性 不仅是沟通的工具 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对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字的学习和使用连接了古今中外 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 声调是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 对于区分词译至关重要 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 每个声调的变化都会改变字词的含义 使得同一个拼音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声调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 还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 是学习中文时最大的挑战之一 声调的准确使用能使交流更清晰 有趣 也体现了汉语独特的美感和文化深度 掌握声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 凸显了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独特地位 中国方言是汉语的重要特色之一 是指在不同地区使用的 具有独特语音 词汇和语法的汉语变体 中国有七大主要方言区 如粤语 米南话 无语等 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 可能使得不同地区的人无法直接沟通 方言不仅是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体现 更是语言多样性的象征 反映了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和人文特色 方言的存在 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音字是汉语的一大特色 指的是发音相同 但意义和书写不同的字 如书和书 同音字的存在是因为汉字的音节有限 加之声调的变化 导致多个字拥有相同的读音 他们在汉语中既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 又可能引起误解 在日常交流中 同音字丰富了表达方式 但也要求说话人 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意思 是汉语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体现了汉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是汉语独特文化的一部分